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又是我和豪哥說人說事 被主持 被主持,不要被失蹤就行 失蹤,如果失蹤到日本我也有點懸疑 但是你現在是被主持,好像說了之後 你可能被失蹤,因為你說特朗普 關香港什麼事? 你怎麼知道特朗普有沒有人來香港? 這也不關香港的事 特朗普要趕了所有 那我都不在美國境內 趕了所有人,或者來了香港? 他抓過香港的年輕人幹什麼? 他不是抓,是趕了所有人來香港,怎麼辦? 他怎麼知道人來香港? 香港現在很出名的,自從雨傘運動之後 不要把香港看得那麼重 不要覺得自己的地位真的那麼高疑 整天都看得那麼重自己 喂,雨傘運動之後我們香港多人認識 雨傘運動,那怎麼辦? 做了什麼? 多人認識 因為他多些人在街上睡 但是空氣清新了 可以這麼說 我相信旺角尼登島是會清新的 你說回特朗普 他趕走所有人 就要留下他自己的白人在美國 我覺得跟香港 好像那幫踢行李箱 港獨 要踢走所有的新移民 不准大陸人來香港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不同 他們沒有去踢走新移民 要港獨而已 香港獨立而已 不是說不要新移民 獨立 獨立之後可以斷了 被新移民 我想問一件事 那你沒有為何踢走 香港境內的新移民 他就是想的 他也沒有這樣說 沒有說 一上水去踢行李箱 你看不到什麼 連阿爸都踢掉了 那他都是 那是水貨客來的 喂 水貨客要抓來打吧 那我們去日本買東西 那我們就買很多東西了 你知不知道? 是 你會不會好像大佬 在街上放開行李箱 那又沒有放開 但是一買完 那又沒有進去他的行李箱 就是 你好好的放在行李箱裡 這樣走就算了 你不會在那兒 躺在那裡 又等下他 等下老爸去買東西 等下老母去買東西 那一句都說完了 特朗姆呢 說真的 就沒有了 踢走那些人 那這個 他講的 那些事情 沒有可能就好像 那些人講港獨那樣 那我講的事情呢 就做得到的 這班這樣的踢行李箱的人 全部 我做了特首的話 我全部抓你坐牢 為什麼呢 他是擾亂社會秩序 咦 那那些水貨客 你會不會抓他 水貨客 你抓他 就是走私 他都 你分兩樣說 他買東西 沒有犯法 買東西 真的沒有犯法 左階犯犯犯法 左階 這些食環 告不告他的事 是不是 你和那些政府部門 有什麼分別 我起碼好 你又在那射球 政府部門 還混蛋了 你看 你看奧語署 和紅新層樓 頂樓 那個第二集講 不要講 那我講回 如果我做特首的話 當然做不到 政府要中央陰點 但我選了立法會 如果我參選的話 那我就要有一條 議案要通過 第一條就是 這班踢行李箱 水貨客 港獨 全部要抓他坐牢 因為這個是 擾亂公眾秩序 這個是有罪的 但我不明白警察 真的無聊 不敢告 還是害怕 還是上署 你說告就告嗎 你要有法律觀點 那他擾亂社會秩序 整班人 你知不知道 走去這樣踢行李箱 你多告一條罪都可以 你不要講告一條 所以說 香港警察沒用 但是我已經廢除ICC 我沒有理由廢除警察 是不是 那就是廢話 整個城管 城管 都好 我們組織 我們逐步邁向祖國的懷抱 好 是不是 有少些 請城管有少些training費 人工便宜一點 人工便宜一點 而且又不用槍 只看一支棍 不是 OK 是啊 我給你做主管 我不做容易 不是 我做了立法會之後 我又整一個城管 你做立法會之後 通過到才講 那 要不投建制派 那就通過到 這麼簡單 不是的 希望市民投一票給我們 如果我們去參選 如果我們去參選 多謝各位